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APP的节目现场 我是黄美宁 今天要进行国际APP的单元 要把焦点转到欧洲的西班牙 来了解有关于王室接班的议题了 西班牙的国王卡罗斯一世 在6月2号宣布他要退位 把王位交给他的儿子菲利佩王子 好那么这也是最近一年多以来 第三个欧洲王室有接班的状况 那么卡罗斯他也在全国的演说当中强调 他是为了让新世代来应付国家面临的挑战 好有关于西班牙王室的接班议题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兴趣 我们今天就连线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 卓中宏副教授来观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好卓教授你好 卓中好各位听众大早 是老师我想大家对于欧洲的王室都充满了这个高度的兴趣 就我们这个平民百姓都觉得 欧洲王室也有这个接班的议题 那么尤其是这一位卡罗斯 他算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 对不对 是不是请教授先介绍他的这个奇人奇事呢 好的我想这个卡罗斯国王他来头不小 他是法国波旁王室的后裔 1700年我们知道那个太阳王路易十四 他那个孙子是在1700年之后入主了西班牙 继承了整个西班牙王位的一个统治 他这个血统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后来一直到了1930年 就是一二四大战期间 西班牙就进入到了第二共和 进入到一个独裁体系 把这个波旁王朝给赶走了 然后这个就开始一直在欧洲开始流亡 接受欧洲各的王室的一个庇护 所以现在的卡罗斯国王 他不是在西班牙出生的 出生地是在罗马 但是最以前他从来没有回到西班牙 对是后来的这个 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独裁者叫弗朗哥的 指定他 就是你将来要作为西班牙的一个领导人 才把他给接回来西班牙去接受教育 刻意培养他作为接班人的 所以后来是在1975年弗朗哥死掉 那死掉了之后他就开始继位 可继位之后 他其实并没有延续那个独裁的一个体系 是从事社会上面的一个一个转型 所以他开始先去主导修宪 他确定一个君主力限制 也就是说他要退去幕后 他要做一个虚伪的元首 他把权力都给下放了 那下放去组织一个民选的政府 去组织民选的一个国会 那同时他自己去处理地方分立主义的一些问题 就是要闹独立的那些事情 所以这种平和的方式 他顺利的把原本的独裁体系 这个体制转型到现在西班牙民主的一个政府 所以这种民主化的一个发展 它逐渐就扩及到了拉丁美洲 所以现在西班牙 它其实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一个典范 这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那第二个的话 是以前在厄子弹玩之后 西班牙其实被欧洲国家 法国跟英国 他非常不喜欢他 尤其不喜欢他那个独裁者 弗朗哥 他是德国跟意大利之后 那个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延续 就把他给孤立了 所以这一孤立一直到1975年 等他死掉之后 国王就好像变成一个形象大使一样 开始到欧洲各个国家游走 希望能够突破整个欧洲国家 对西班牙的一个封锁 所以他就1981年带领西班牙加入北约 1981年加入了欧洲共体 有的时候这是欧洲两个大的一个军事 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区域组织 将争整个西班牙回到欧洲主流的一个行列了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西班牙民主化的贡献 对外关系的发展 他其实贡献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这几年看了很多负面的新闻 负面的一个报道 感觉他好像有点晚节不保 但是我觉得说在历史的一个评断上面的话 至少他对西班牙成功的民族转型 我觉得他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说你去看他现在即使身份那么低 大概都还有四成的民众去支持他了 我觉得四成的民众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很感恩他以前在这一段 对西班牙民族所做出的贡献 从老师刚刚的介绍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算是很不得了的人物 你看早期他是弗朗格将军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西班牙这个独裁者 然后呢就是 叫布克卡罗斯回来培养他接班 通常通常这样的接班人 也会延续他的上一任的这样的一个作风 可是他却 而且他本身又是往事 可是他却能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君主立宪 让西班牙迈向民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而且您刚也提到 包括北约等等 回到欧洲的这个核心的舞台 他真的是也算是功不可没 非常传奇的一位人物 不过老师您刚也提到 就是最近这个卡罗斯 因为他在位也将近40年的时间 那么近年来这个形象不太好 像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的媒体报道 当然我们最近认识这位国王 也是因为他到那个非洲去狩猎 就觉得哇 人民的失业率要这么高 然后金融风暴等等的 然后你还花了大把 好几万欧元 然后到非洲去猎大象 好还有就是说 最近这个西班牙王室 好像这个形象也不太佳 除了这个国王之外 对不对 主要还是他的二女儿跟二女婿 因为他的二女婿叫做 他原本是西班牙国家手球队的队员 2000年退休 因为他要养个公主 真的不太容易 说实在的 所以就给他一个非盈利组织 叫做NOS的这个机构 让他去主持 这种机构的话 说实在他其实没办什么大事情 他就办一些国际 国内一些运动的赛事 或者一些休闲的活动 那因为他有一个驸马的身份 所以用这份身份的话 他就以非常高的一个价格 去取得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个活动 然后他用低价去发包 给其他的一个厂商 从中间去赚取一些差价 然后又用了一些小发 一些不适合发票 然后去销账 所以后来就被查出来 他在2004年到2006年期间 他很多公款被他失真掉了 然后去装修他的巴塞尔纳的一个豪宅 然后有些就进入他自己 私人的一个账户 所以清查大概有差不多将近600万欧元的公款 被他给侵吞掉了 那现在还害到他的太太了 就是西班牙的二公主 他的国王的二女儿 他现在还有以嫌疑人的一个身份 要出行那个应训 那这个其实就创造了皇室的历史以来的一个记录了 只有皇室的成员还得到这个法院去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形象很大的一个伤害 当然王室在到了后面 有失掉了部分的民心 虽然这个民调还有40%左右 可是也有很多的 也有蛮高的这个民调显示 希望这个国王赶快下台 然后让这个王厨 也就是菲利佩王子能够接班 我想这位王子还蛮年轻的嘛 对不对 才40几岁而已 最大年才46岁 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位王厨呢 好的 这个王厨老师说 他并不是这么好去评估他了 好像蛮低调的 对因为他没有还没上任 你没有上任 以前西班牙的报道里面 大部分都写他很沉稳 那一面 然后一到现在46岁了 也没有任何丑闻的一个报道了 我只能说他没有丑闻 并不太好 他是一个好国王 他不能办 没有办法就这样做去做评估了 只是说就我以前的印象 西班牙媒体 他们对王室其实是很尊重的 所以报道大部分包大于扁 所以报道他的好的形象 很大报道他坏的 丑闻的 当然这几年除外了 对不起 所以他很大光芒 其实几种在国王 跟他未来的国王 就是他王厨现在菲利普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报道 所以被他报道 他其实都非常的好 譬如说他说他是1992年 奥运帆船代表选手 身高很高 198公分 对啊 他没有结婚以前 他是西班牙女孩子 心目中白马王子 哎呀 黄金单身害 他应该是钻石单身汉了 对啊 我想说欧洲整个世界 大概都是这个趋势 对对对 那以前又在加拿大 美国念过书 所以就把它塑造成 好像是一个偶像剧里面的 一个男主角一样 然后标准的高富帅 然后又是运动型男生 又有学士 又出自名门 文武双全 对 等于说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缺点 一个偶像行踪的一个偶像 尤其就是2004年 他又娶了一个平民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她以前是西班牙国音电台女主播 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家庭 她没有任何皇室的一个学统 而且还离过婚 所以媒体对她们来讲的话 她觉得说 就好像童话世界里面 那个灰姑娘故事的翻版 有没有 所以对她这种平民化的一个作风 她其实是赞赏有加的 你看她身高为什么那么高 甚至高于她的爸爸 非常的多 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 这是她积任作为西班牙总统 所以感觉现在那种感觉 特别像国王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的 那王子不管她是怎么做 她都是对的 那她现在的整个氛围 好像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不是南欧的民族比较浪漫一点 可能对于这种事情 总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憧憬 那当然民众也渴望求心求变 这样的一个心情所驱使 所以卡罗斯国王他也就是 好 那我就顺意名义 我就下台一局功吧 把位子让给我这个王储 不过我想请教老师 像一般来讲的话 欧洲的王室 其实他们也都是虚伪元首 对不对 对 现在没有算是元首了 好 所以其实 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政权 还是掌握在这个内阁总理这个手中 但是一般的这个民众 其实对于所谓的王室 所谓的新的国王还是充满了这个期待的 那您认为说这一个新的国王上任之后 可能会面临哪一些挑战呢 我想主要还是要修补他自己本身王室的一个形象 虽然就是我们刚刚讲他个人的形象 无可挑剔 就是说从他的一个民调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 他其实丝毫没有收到他爸爸 收到他的姐姐 就是那个二公主 二公主 丑闻的一些影响 但是还是要去恢复一下 他们自己本身在皇室 在人民心中里面的一个威望 那第二个的话当然还是经济了 那经济的话 西密尔现在的经济状况 有好转的迹象 也就是说他已经随着爱尔兰 随着葡萄牙脚步 他已经脱离欧洲纾困的行列了 他不需要欧洲救助了 但他的失业率到现在为止还超过了四分之一 25%以上 好高哦 对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有点难解 棘手难解 就是说不是国王一个人的事情 现在就算西密尔政府 甚至欧洲整个 欧洲联盟 他其实都还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具体的政策出来说 我怎么样去降低这些主要国家的失业率 所以经济问题对他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那第三件事情的话 一样很麻烦 因为苏格兰的问题 英国答应让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后 原本西班牙内部 他有一些分离主义的区域 像加泰隆尼亚 对 巴斯克那时候在加泰隆尼亚 建讨得很凶 那个巴斯克 原本最近这几年都已经 大概就变得比较低调了 对对对 比较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而因为一个苏格兰问题之后 哇 他整个现在的那个要求独立的诉求 又开始高涨起来了 这种高涨起来 当然就是经济的一个问题了 西班牙是本身经济的一个问题 然后去加成 有一个加成的一个效应 所以他现在的话 他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你现在去看西班牙国旗 他里面有四个图腾有没有 这个图腾就是 以前西班牙 它是有四个王国所建构起来的 所以现在在整个西班牙王室的皇冠下面 这四个图腾 你要去维持它的统一完整 不然老说很难看 这是他现在所要去做的事情 这也是他爸爸当初 他刚上任的时候 1975年 西班牙国王刚上任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他现在同样要面临这个情况 那在对外关系上面的话 大概就是他可以发挥的 因为我刚刚讲 他是法国波皇王室的后裔 有没有 现在法国没有皇室了 对 所以整个血统元系是在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就是因为这层关系 他跟法国关系非常好 兄弟的帮 所以他在整个欧洲的王室的影响力 非常的大 那就是他上任之后 他其实可以去运用的一个地方 所以欧洲王室的这个联姻 真的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有相当紧密的这种 这种关系 这也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部分 好 老师 那我们看到 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菲利佩王储 未来面临的挑战真的还不小 那么当然除了西班牙之外 那之前还有荷兰跟比利时 相较于这三个国家 其实欧洲的王室还有蛮多 状况都跟他们蛮类似 就是国皇或女王 其实年纪都蛮大 对不对 最指标性应该是英国 查尔斯王已经等了好久了这样子 那还有好几位就已经 都已经超过70岁这个君主 那有人就认为说那会不会引发 一波这个所谓的退位潮 会不会再吹到其他的欧洲王室去呢 老师那您觉得呢 这个看情况吧 好吧 那我觉得西班牙国王 他其实是受到了一些 名义上的一个压迫 压力 对 因为照整个西班牙宪法规定的话 他们其实是终生子 对呀 你可以做到死 死了之后我不可以儿子多老 我打像英国这样子 他就是没有办法继位的 所以他现在退位有他自己 政治上面意图了 就是替王室的一个形象 有没有 有直觉的一个意图 因为他自己知道说 他的儿子现在声望非常的高 在民间享有非常大的一个希望在 所以让他来去拯救整个 现在陷于低谷的一个西班牙王室 那如果你在看以前的荷兰 在看以前的一个比利时 这样看起来欧洲王室 好像刮起了一股 一股所谓的退位风了 但是就说我觉得他现在要去看 这些不是新生代了 中生代了 中生代接班了之后 他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表现 不要说很优异 至少四平八稳 那其他国家的那些 君主立先的治的国王 他才产生说 那可以考虑效法 就是说让这些新生代 中生代提早接班 然后去去适应 去了解一些国家 所面临一些挑战 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大概还有可能 所以说你下一个 退位的一个君主国王的话 并不好去猜测他 说到底会是哪一个国家 但是我看媒体 大家都在猜测 最不可能 现在退位的他是英国 对对最不可能 他以为他不是他一直坐 对伊丽莎白 他也是讲说 他当初在宣誓的时候 他就说他是一个终身服务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在老 他的儿子 现在已经66岁 中间当爷爷了 大概也很难 以他现在的状况 我看两个人 可能要比谁的寿命 是是是 将来查尔斯 真的机位的话 大概也到了退位联益 嗯哼哼 实际上一般的国家里面 这已经是退休的年纪 是啊 可是他还没有当到国王 这样子 好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什么瑞典 丹麦 等等 那大家对欧洲王室 其实都充满了这个好奇心 那我们看到最近 就是说欧洲议会选举 就是在上上周结束 那时候大家也在讨论 就说哇 这个选举之后 大家就真的发现 印证了所谓这个反欧 或者说反移民 这些极端势力 似乎在欧洲 也这个方形为爱 这个味道 大家会不会对这一些 王室的存在 或是他们这个形式风格 造成一些压力 其实 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或者说王室形象 刚好又被人家诟变的时候 哇这个对王室喘废的问题 就开始又热烈讨论起来了 是 所以你去看 在整个西班牙国王 他在电视上面宣布退位之后 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各地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快 他就在各地 掀起了一个反君主立宪的 一些街头运动 所以各地开始串联 串联之后 人民就开始走上街头 所以在几个大城市里面 参与的人很快地动员 通通都超过上万的人 一下声势就开始高档起来了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这种君主立宪制 国王 他其实只是一个虚伪元首 他是一个象征性的 就是国家的象征 对国家的一个象征 他有点像内阁制里面的 那个总统 对 所以西班牙国王的话 说实在 他即使当初 他是主导 他自己本身的民主化过程 主导了他宪法上面的一个制定 可是他非常遵守 他的虚伪元首的这个分纪 他其实从来没有去插手政治 他没有去介入两党之间的一个政治纷争 也就是说他今天 不管我今天是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主政 还中间偏右的人民党主政 他意识形态都尽量维持中立 我没有偏左 我也没有偏右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种反君主立宪的一个运动 他牵扯到修宪 这种修宪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看西班牙两个主要政党 因为他大概都还可以维持六到七成的国会席位 他们这两个政党其实都没有反君主立宪 反王室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主张 所以只要这两个政党没有的话 意思就是说西班牙王室 他其实不会有立即的威胁 他修宪 他这个条款就不太会过 所以真正有的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他当然是极端的政党 极右的 极左的政党 所以这种极左的政党的话 在西班牙他现在还有共产党 所以极左的政党里面 他现在是要求要举行全国的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就看我是要维持 还是要废除这个君主立宪制 这是左派政党 那一些地方势力政党 就是我们刚刚讲分立主义的那些独派的政党 那这些独派政党的话 他的诉求就比较稍微缓和一点点 他是要求现在不得民心的国王退位 把位置让给那个比较具有声望的他的王主 他的儿子菲利普 然后呢 他原本有担任三军总司令这个职位 他要去协取掉 所以三军总司令是国王 是国王 因为他以前是独裁者可以培养的 就培养出身的嘛 对 然后他知道说强杆子打出来政权了 军队支不支持他非常的重要 所以以前他很可怜 他接回来之后 他就把他送到三军里面去复义 跟军中同胞培养一些情谊出来 革命情感 对革命情感出来 他那时候打的一个算盘就是 他现在还年轻 你现在碰到的军中同胞的也都还年轻 可是他将来继任国王之后 这些军中同胞都在军中占用的一些或多或少或重要的一些位置 对你看后来不是1981年西班有发生一个军事政变吗 对政变 对对对对 后来就这个 然后他跟军中同胞所培养出来革命情感 他一个个电话打使得那个叛变的将领 没有后来的一个资源 所以他可以不花任何一个子战 和平的就把这个政变给平和掉 马上就发挥了作用了 早年的这种同胞之仪 对所以他这个三军总司令 这个职务对于他们王室的一个维护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所以独派就看得出来 就说我今天要把你这个主要的一个权力给拿掉 拿掉 对 但是我只能说不管现在的左派独派了 左派独派他其实在整个西班牙的势力 他并不会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他不会去威胁到现在西班牙王室的一个发展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民的一个不满的情绪了 他只是一世的情绪上面的一个反应 重反应就是他因为他经济实在是不景气太久了 压抑也太久了 所以他压抑太久 你现在突然出了一些一些皇室 比较奢华的一些新闻之后 他就把这个压力转移到政治人物身上 转移到王室身上 你看你不是生产 你还浪费纳税人的钱 然后跑到非洲去列大象 什么东西 你还贪污 你还贪污钱 什么东西一大堆的 就类似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说 这只是一时的一个 民调上面的一个反应了 那长久来看的话 其实西班牙对西班牙人 对于王室 尤其在他们七零八零年代那种过渡期 对于西班牙的贡献 我相信现在老一辈的人 应该都还记得的 他应该都还很清楚的 那这块的话 我觉得是整个 现在西班牙王室 运作的一个基石 那就怎么想把这个基石 就是现在逐渐的往下 扎分到现在出生的这几代的人 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现在的 西班牙王室 甚至欧洲王室 所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的确 就是说虽然欧洲的王室 都是非常古老的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那虽然在现在呢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 等于说治理国家的实权 并不在他们的手上 可是其实在大部分的民众的心中 他们还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因为他们也是这整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而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想我相信也都是牵动着该国人民的心了 所以他们的王室的形象也好 王室的作为也好 我相信也都是我们国际传媒 所主命的这个焦点 好那有关于这个西班牙王室接班的议题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 周中宏副教授 带来这么深入的观察与分析 好谢谢老师 谢谢